丢中国形容 颈生 肝尾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枫枫 我痒了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枫枫 然后就是经过了一番折腾 最后呢自己还是羊了 我现在已经是小羊人了 对 已经变成 已经变成小羊人了 现在肯定大家身边都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羊的朋友啊 还有同事什么的 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已经是测出阳性的第四天了 在测出阳性之前 其实就已经发烧了大概两三天 然后当时测出来都是阴性 然后等到发烧的情况退了之后 然后再一检测就才变成阳性 然后在阳性的这几天里面 就是目前没有任何的发烧的情况了 然后就仅仅是咳嗽还有这个这个鼻涕 一直不停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鼻炎的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也不像之前那么怕冷啊或者是什么 基本整个人的状态是恢复了很多了 就是仅仅是轻微的一些症状 不知道现在大家在家里都是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羊啊 大部分告诉我一下 不管 反正不管大家是羊了还是阴性 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如果是羊了的朋友的话 不要太担心 不要太焦虑 我相信这两天你们肯定在家里面 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就是医生朋友们给的建议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担心 有各种办法 我自己的话就是烧最高就烧到三十八度五吧 然后好像是三十八度五以上会吃退烧药 三十八度五一下就不用吃退烧药了 然后阳性之后的几天之内会有 应该是第三天吧 会烧的最严重 那个时候就挺过去之后就会好很多 可能已经有人已经好了 可能有的人还在阳性当中 所以不管怎么样挺过去就好了 我现在已经挺过来了 我估计再过几天 我应该就会转阴了 因为我的症状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还有就是关于药的部分 就是千万不要混吃 不要吃好多好多种药 同类型的药不要混吃 然后每天一定要保证 洗脸就是虽然冷 但是还是要用你口腔里面或者是手什么上面都还是会有病菌 所以还是就算是生病的过程当中也要去自己的清洁 然后还有我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穿着衣服睡 不要穿太少 因为发烧的过程当中还是不要着凉 其余的其实就是心态上的问题 心态咱们放宽放平和 大家都这样不会有事的 相信你绝对不会有事情 然后 其余的话 就没什么别的需要注意的了 我觉得 然后如果你现在已经转阴了的话 就是一定要给家里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消杀 对我又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医生 他特别详细的说了这个消杀的过程怎么怎么样 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 或许大家都看过 反正就是可以收藏保存一下 然后在自己好了之后一定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犯懒了 因为这个残留的病毒可能会 对反正不安全啊 不太好 然后这段时间尽可能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不要到处瞎得瑟了 这么冷的天 尤其北方的朋友 秋裤要穿上 我那天特别的感慨 我真的感慨我妈和我爸从小没有让我冻着 在东北那么冷的地方 就逼着我穿棉裤穿秋裤什么的 那时候真不知道冷 但是来了这边之后 来了北京就三年 我感觉前两年我好像也真的没怎么穿秋裤 但是今年我真的被冻着了 就是那天北京降温一下子降很多 然后我从那个车上下来 我真的就感觉我走两步 我要蹲在那里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风太大 我那个裤子很薄 然后就完全穿透了我的那个裤子 我都动我的大腿 你知道吗 我上面裹的再严是也没有用 那个腿 还有我的脚脖子 还有我的脚 我的脚非常非常冷 真的太冷 我当下我就赶紧在网上下单 那个秋裤和那个什么 各种保暖的衣物 真是太冷了 以前还总是跟人家说 我喜欢冬天 我喜欢夏季 现在不冷 现在我感觉这个冬天特别的难熬 然后呢 现在呢 也已经就是临近了今年的尾声了嘛 就已经到了12月份中旬了 马上2022年就要过去了 我的本命年马上也要结束了 说实话这个本命年过的 的确是有些坎坷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不是非常的顺利 然后自己的心态和自己的整个今年 就是感觉 其实疑惑和不开心会多一些 但是还是 不断的就是提醒自己吧 过去就好了 也没有说那么的 一直低沉和低迷 然后在今年这一年里面 其实我刚才在拍视频之前有去看 我觉得今年我还是做了很多的尝试的 比如我跟丁顶啊去花钱到外面去培训舞蹈去学了提升一下自己的舞蹈 然后也拍摄了一些我自己想的就是企划 比如说凤凤日记这种 虽然更新的 比较少 因为我刚才翻了一下我的那个视频的那个 那个目录我就发现的确是我自己更新的东西变少了 然后可能 嗯大部分都是合作的那个官号跟官号合作的视频 然后发现自己出品的东西在变少 然后自己出品的东西的质量也大不如前 因为前两天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我以前拍的视频 我发现哦 真的感觉没有以前那么那啥了 嗯然后看到大家以前很多的弹幕 很多的什么觉得嗯那个时候用心做的作品真的有被大家看到 被大家喜欢非常的感谢 嗯然后今年呢 嗯看到这些反馈之后呢 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2022年出品的东西 我自己的内心一直都是我要往高质量出我要怎么样 我拍摄了我的片头 小刻机 嗯还有什么那些都是我嗯 就是拜托我朋友啊 还有自己想各种办法去拍摄的 因为我想让我自己的作品 不一样 然后看起来比较高质量一点 嗯想要自己的风格 嗯然后今年嗯 就是吸取教训和经验 然后在明年的话 我呃还是会 更 我觉得要在作品的质量上面真的要做 再用心了 不仅仅是呃 比如说Vlog这方面的 还有业务方面的啊 呃比如说舞蹈啊和唱歌这方面呢 我也不希望落下 然后唱歌方面的内容在明年呢 我也希望 要去呃 呃 化一些呃成本去做更好的那个 视频吧或者是产出呃 嗯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呃 嗯不管是出在哪一个平台 反正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听到我唱歌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喜欢我 可能 嗯还是说是唱歌多一些 毕竟我也是唱跳组合的 咱们是咱们的正业是唱歌唱跳 对 所以我希望还是在这个上面不要那个马虎 我个人的舞蹈的企划上面 嗯明年也会有产出 所以说嗯 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保证 嗯明年我们 一定会有好的作品给大家 熊猫堂也会啊 我自己也会 我也会给大家产出更多好的作品 希望 大家还对我们有喜心 嗯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嗯 我觉得该好好的重振一下 然后好好的工作了 然后啊 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大的形式是怎么样 就是或许要结束了 或许要怎么样 我说不好 但是呃 我总觉得嗯 跟大家见面的日子应该很快了 应该不会再嗯 隔太久了 录这个视频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近况 聊聊这个病情 有什么注意的 有什么分享的可以给大家 平时我说话也少 然后嗯 可能呃 发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 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能进我的所能 我能拍一些东西 或者能跟大家有沟通的机会 我一定要抓紧跟大家去聊天 多跟大家见面 嗯 都跟大家产出东西 嗯 不管付出多少的成本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拿作品说话 我会 争取 出更多好的东西给大家 嗯 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祝大家早日康复 祝大家早日转阴 祝大家 一切顺利 嗯 然后我们能够早一点见面 真的很想你们 很想你们 拜拜